去下一部吧 不是去下一部嗎? 元氣少亂結神 這部又是我一部最開漫畫的奏品 當心話說過 這幾部是我最開這部其他套 但其實我不太滿意 因為我當時追漫畫就是 因為我比較喜歡講日本的神 鬼怪的奏品 這部算有 我沒有看 下目有人章 但這部算是薄弱一點 故事一開始就說 那個女子角是伯家學歸 然後被前神社的人說 那你住那間神社吧 那麽像神父拐大兒童 不知咚咚咚咚咚咚 那神社新一任的神社 上桌可以有很多東西 押在前面那些 有人說他們夠了 那麽就做了新一任的土地神 那這個土地神下有一個神使 那麽就很簡單 然後少女媽媽的停落就是 跟神使拍拖 那麽這個算是比較簡單 就是 蛤?你不要理他啦 這套東西都是說 人和神不可以交往 就是國家在一起 真是 真是無謂的 那麽當然就是 中間會出了很多奇怪的鬼怪 其他神使的人出來 那麽當然又不知道會去 女主角的三萬力牆那邊 那麽就是 那麽是單元故事 算是單元故事 初期就算是單元故事 後來會好看 後來會開始連續 報復前面的步伐出來 但我有一個問題 我又不相信 每個神都是男人 一定有些女角的 你走開你 不是的 那麽不就是犯同一個問題 那麽有些女角 那麽有些男的巨角 我覺得有時太標準的少女漫畫 現在是沒有那麽好 或者是沒有那麽受歡迎 因為一個女角 很多個男角包著她 我明白這條巨角很多 但現在開始有些是有另外一個 副的 或者剛才我們說 指要我 說我愛你那套 那套東西 那我好奇 這套有沒有其他 因為你這麽提到 我回想起來 好像到後面都應該只有男的 多數來說 敵方的大將都是男的 都是被攻略的 不是 你是否當神可以自由變滿聖別 那麽變大 沒有這套東西 又沒有那麽誇 不是 我說真的有第二季 因為你見到最後幾集出場 那些都是二季之後 會出場的角色 好像是無聲反殖 那麽不知道 可能真的 製作這套是第二季 不過 故事我覺得 喜歡看的應該沒所謂 但我不會特別推薦她看這套 你這句都幾 因為我同一時間看這套漫畫 就非常好看 即是四平八穩 又沒有什麼突出的點 漫畫後期會好看 但動畫都沒辦法做到 那麽行 再調一下 又比較好看那套 那套是什麽 渡河水之暖 已經說了會動畫化 就差到幾次 類型的差不多 都是雷彈故事 這套是發揮得好 所以這套東西不看 不要緊 不認識 因為我們下次一套 渡河水之暖就可以了 拜拜 謝謝 謝謝